你好 請問您好 一早打來申訴的電話接不停 全是因為年代旅遊 爆出將台灣團客丟包越南 索性已經全數返台 旅途的節奏都被打亂了 就是難得過年跟家人 十幾個這樣出來玩 氣氛就沒有到很好 大概第二天就被丟包了 打電話是以為堵不回 然後後面的行程 就被我們持續負責 對於這次出團的旅客 至上十二萬分的歉意 舉公致欠更發出七大聲明 指出地接反悔協議丟包旅客 引爆點疑似是旅客反映 冷凍魚有問題 才遭越南地接要求 提前給付相關費用 年代跟揚言要提告 越南地接則表示 只是想要拿回欠款 對於旅客被迫刷卡 720美元相當於2萬多的台幣 年代說要旅客先向銀行 要求提出爭議款項 暫緩付款 但民眾炸鍋炮轟爛透 別扯一堆廢話 把錢還來才對 是不是爭議款項 應該是年代旅遊 跟越南地接去處理的吧 竟然把720美元 變成我們跟地接的私人糾紛 有業界人士也指出 年代旅遊以700人團客來算 一人付5萬元團費 至少收了3500萬 竟然連機票錢都付不清 還說引爆點是冷凍魚 這個叫匪夷所思 這是不可 這個不可能 不是說不能接受的問題 這根本是莫名其妙的問題 讓年代旅遊 也就如同他的聲明 你要從優 從寬 從數來處理 一定會對於整個年代旅遊 這個要求 我要求 一定要求 這個署長這邊 這個縱罰 出團期間旅客可以拒絕 簽下不合理的切結書 並通知旅遊評報協會和觀光署 就算已經簽了 也務必要保留單據回國申訴 儘管年代旅遊保證要全權負責 不過民眾最關心的 還是多付的720美元 將近2萬多的台幣 何時能夠拿回來 記者張曲 周天杰 台語報導